这盘棋讲解是空城纪2023年的个人赛 这是八进四的第二局慢棋 王天一对战石涅铁温 开局是西安之路对战足底炮 这里红方架中炮 黑方选择是飞向 那红方上边马 黑方就马二进一 红方出局以后 黑方走的是横拘 红方正常上马 黑方把拘晾出来 红方挺兵准备上马 黑方走的是怀交马 先把自己的中足看住 红方上马是要吃足 黑方选择先吃一个 这样的话 红方选择一个横拘 准备针对这个马做人章 黑方先把拘拿起来 他的意思是你要吃我就跳过去 红方的话就先踩一个 这儿的话 黑方走的个金炮 试图打兵 面对这个棋 红方出拘 抓马抢先手 这儿其实是给黑方设下一个空城剂 看你敢不敢过来吧 对方一旦一打 红方就可以直接吃马 那么对方打将这个棋 如果不是就比较复杂 因为对方使用帅炮手段 这个棋还是有顾忌 但是红方可以上帅 这也就是他敢于强势对方一个马的道理了 这边设下空城剂 如果你去吃这个兵的话 他可以打将看住马了 而且将来将军他可以推炮 没有用的 原来飞向本就赶走了 那么他选择 许四平时三的话 这样的话 红方可以打一将 黑方补试 这条注意就不能飞向车霜了 一旦一飞向他将死了 怎么办呢 红方可以出来 这边就是一个铁门栓 胁迫着他 对方的话 你点将其实也没用 他可以补试 吃个下也没起 现在当务自己要赶快出局才行 红方顺势就下击炮 这招席可以或是顺水推舟 那么你吃的话 人家去到底线 强行砍住自杀 大胆穿心 一手累他也是吃掉你 当你退回之后 人家直接气去就行 将来这个马一上 负有杀底势 对方想出出不去 将军的话那就知事 这个时候你就砍一将 你也顾不上出 这一吃你还出不来 所以看着这个铁杀棋 你只有推炮了 但是这样一来的话 他回马一将你还出不去 可见这个棋 红方吃完这个子之后 有很强的攻势 黑方虽然底线有反击 但是红方只要走出 上老帅就不起 对方就威胁不到红方了 所以到这的话 那看着好像这个棋很强势 想骗对方飞向 是没有用处的 军场也吃好就先忍了 找机会把这个事连起来 红方也是趁机 见好就收 先吃一个 中足再说 然后顺势把这个象补起来 那么你要打的话 经济得吃 让你一退 将来你就失先 这棋啊 黑方就抢先把兵吃掉 盯着马 红方的话平炮 准备找机会可以吃炮 那么这儿黑方有一个气炮 很经典 这一招棋呢 就迫使红方打开局面 这样的话中炮离开就安全了 然后呢随时可以抓炮 红方冲兵 黑方这个棋啊 他有一个进居吃炮 到这儿红方退回 这是一个先期后取的骗招 如果你吃的话 他上马 将来就把这个鞠打死了 所以他不敢 那么他现在准备两边吃炮 看你怎么走吧 红方就上马 这里形成一个弹子炮 那么黑方就退回 他的意思是找机会啊 双鞠来夺这个马 红方也就踩掉了 那刚才为什么不用这个鞠签呢 鞠八平六签 他可以走鞠八金一霸王鞠 反正你一个鞠吃不到马 他随时给你换 等你两个鞠想吃的时候 你就出给踩了 到这儿的话 对方就围他一下 红方也就保 黑方这个炮打过来 是有一个炮酒拼气啊 继续隔断吃马 红方当然是抓一下 把对方赶走 然后呢这个棋啊 补一个 黑方的话霸王鞠就准备过来啊 对鞠抢兵 红方呢先把这个炮瓶开 找机会想去打鞠 那这儿啊 直接就换 换掉以后呢 他仍然是贯彻一个进炮 这个棋的意思在于呢 找机会啊 打掉这个足 这个鞠往威掉啊 回边 那现在的话 这个棋他中兵不逃的原因 是对方可以打 将来鞠往威掉 反而把红方鞠给陷住了 所以他宁愿让你吃 也不愿意打 到这儿的话 黑方就吃 准备了吃双啊 现在你肯定要打 打完之后呢 黑方就上马给你换 如果你不换的话 这锅槽马上来 你这边还有危险 所以这个棋啊 红方呢 因为鞠跟马炮配合不上 他不能冒险啊 所以到这儿啊 对调还是明知一局 接下来这棋呢 黑方就吃 那红方这棋啊 把鞠长起来 准备呢 掉过去 就是欺负你这个马没上来 然后这边呢 底线空虚啊 准备归边 这儿黑方呢 直接选择对 红方肯定是不愿意对的 形成弹子炮啊 就是避免被他 平局抓所利用 这儿的话 黑方还是要守住 这个八路线 这条线是双方争斗的 观点所在 如果说你不管的话 人家过来 这里将来有可能 坐中炮 或者是下底炮啊 就会有风险 这样的话 他一旦一守住 红方这个局啊 没有点位 兵也过不去啊 这儿双炮暂时没齐 他先过来抓 希望你闪开之后 放中炮 对方就退一步 硬扛 这样的话 红方就加中炮 那么黑方直接就抓 不给你机会啊 那你甩开之后呢 他又过来 所以到这个局面下 那么双方不便作合了 早上的话 王天一战胜倪铁文 两局制啊 这个规则 最终是一胜一合 王天一晋级了四强 那倪铁文直播八强 谢谢大家